本期视频由UPGF赞助播出 在2020年的4月 我最后一起介绍Mac上英语翻译工具的视频 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现在随着MacOS版本的升级 以及ChatGPT的横空出示 在Mac上翻译英文资料 查看文献 和三年前相比有了很多的变化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新发现 首先是使用聚焦搜索查询单词 在任何软件任何状态下 你只要按下快捷键 Command加空格 换出聚焦搜索 然后输入单词 最后按下Command加L 就能在众多的搜索结果里面 马上定位到词点 显示你那个单词的翻译 但是现在新系统里面 右侧已经不会再显示单词的翻译了 需要再按下回车 打开词连软件去查看 所以我就被非常非常多的人询问过 在新系统里面面对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 能不能直接预览 不去打开软件 受到了一个粉丝的启发 我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再按下Command加L 定位到单词后 你再点击一下 前面上的Tab 让单词的选项标栏 然后按空格 就能预览这个单词的翻译了 使用去搜索查询单词的翻译 其实速度并不是最快的 很多老用户已经有了记忆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有必要提一下的 如果你追求效率 后面我也会介绍更加高效的方法 在MacOS Monterey中 苹果增加了全系统翻译的功能 使用Safari浏览器 阐害英文内容时 你既可以单独翻译一个单词 也可以翻译一段话 或者是整个页面 但是翻译页面的时候 是直接用中文替换掉的英文 而不像断译时那样 有中英文的参照 有时候为了验证翻译的细节 这种覆盖的方式并不方便 使用沉浸式翻译插件 你就能获得更好的英文网站阅读体验 它能在英文的下方 直接显示中文内容 你既可以快速的获取到中文信息 也能方便的查看英文来核对 并且还有多种翻译语言供你选择 你还可以把英文的PDF 拖进浏览器里面 让它给你翻译成中文 就挺方便的 沉浸式翻译插件 还有很多功能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没有购买API 又要使用OpenAI的引擎来翻译 那么可以付费成为他们的会员 来使用这些功能 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为AI软件付费 AI会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举个例子 这是一份英文的PDF文献 之前我们处理它的思路 就是把它尽可能准确地翻译成中文 但是它到底讲了些什么 还是要花时间去阅读和理解的 特别是找资料的时候 恨不得一幕失行 哪有时间去慢慢琢磨 在AI的时代 利用文件对话的功能 将会彻底改变你的工作模式 比如现在我正在使用 UPDF阅读一份 核聚变为主题的英文文献 那么我可以先让AI学习一遍 它就会告诉我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内容 是按照什么结构来行文排布的 并且还给了我几个 可能感兴趣的问题 我可以接着问它这些问题 它的回答会尽量地 围绕了PDF文件的内容来展开 并且在答案的结尾 给出页码 点击那些页码 你就能快速定位查看它 在PDF上引用的内容 在旁边还有一个聊天的按钮 它就跟ChatGPG类似了 有什么问题都能问 不需要去自己额外的搜索 举个例子 我这是一份索尼相机的说明书 在PDF文档里面 我问它佳能相机有什么优点 它说我的文档里没有提到佳能相机 而在聊天传统里面 我问它同样的问题 它就开始非常详细地给我列举佳能相机的优点了 AI功能只是UPDF最近升级的一个点 它本身是一款强大的PDF阅读和编辑器 UI设计现代美观 阅读的时候看起来很清爽 需要做标记的时候 除了常规的高亮 还有精致的贴纸供你选择 如果要对PDF进行修改 只需要切换到编辑模式 就能像编辑过的文稿一样 对PDF内容进行修改了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拿到的PDF是图片 无法对它进行查找检索 使用OCR文本识别 就能把它转换成一份可搜索的 可修改的PDF文档 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不论是PDF编辑OCR识别 还是AI带来的文件对话功能 你都可以在市面上去寻找竞品 比较价格 会发现UPDF非常有性价比 在三年前的那期视频中 我介绍了一款非常强大的翻译软件 Bob 现在它变得更强大了 但是和免费用户就没什么关系了 受到Bob的启发 另外一款免费的翻译工具上线了 它就是EasyDict 使用体验和Bob非常相近 比如你可以选中一段话 然后将光标移动到右下方的图标上 它就会开始自动翻译 对于无法选中的文本区域 可以用截图翻译的功能 它会识别截图里的内容 然后翻译 你还可以只使用OCR识别的功能 不去翻译它 只要选择到静末截图OCR 那么截图里的文本会进入截械板 在需要的地方直接粘贴就行 值得一切的是 它的翻译听起来还蛮舒服的 没有浓厚的机器味道 你要是不需要自动发音 可以在设置里面关闭 在翻译的结果上面 有很多版本去对照参考 和之前介绍的软件一样 如果想要OpenAI的翻译结果 需要自己去购买API 并在软件里面配置 还记得我在视频开始时介绍过 在系统中使用苹果的聚焦搜索 来查询单词吗 如果你追求效率 使用EasyDict 应该会更好 给输入翻译设置一个快捷键 比如它默认的就是Option加A 按下快捷键后 直接输入英文单词 敲击回车 就能看见它的解释 我知道 如果你看到这么多词点 同时显示解释 脑瓜疼 那么在设置里面 改成只显示一两种就行了 而且让人惊喜的地方在于 它还有苹果默认的词点可以选择 也就是说 你从聚焦搜索里面 用各种快捷键 费劲地调用词点数据 而现在用EasyDict 可以更轻松 更直观地显示 只需要记住一组快捷键就好 如果你对搜索到的结果 不是很满意 你也不需要额外打开 第三方的词点软件 重新输入单词查询 只需要点击一下 右上角的缩列图 就能打开你电脑里面 一键安装的词点软件 并自动查询 你刚才的那个单词 对词点有更高要求的朋友 还可以在MacOS里安装专业的词点 然后用EasyDict去调用 作者搜集制作了一些专业词点的下载资源 非常的贴心 只不过是谷歌运盘对网络有一定的要求 我下载了一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点 给大家演示一下是如何安装的 首先打开词点软件 找到左上角菜单栏文件 然后打开词点文件夹 把刚才下载并解压的 后缀为Dictionary的文件 拖拽到这个文件夹里 然后推出词点重新打开 进入设置 在最底下就能看见 刚才添加的朗文词点了 可以把它勾选并拖拽到最上面 这样系统默认显示的 第一个词点就是它 那么重启EasyDict后 也能看见朗文词点了 如果你要翻译的是句子 段落而不是某一个单词 苹果实在的翻译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目前只能在 Surprise浏览器备忘录 等几个原生APP里面实现 按照作者给出的方案 在MacOS 12.3.1以上的系统版本 安装这个快捷指令 并重启EasyDict 就能在任何程序和文本中 调用苹果系统实在的翻译了 软件介绍完了 接着我来分析一下 它们各自的使用场景 沉浸式翻译 由于是浏览器插件 所以主要使用场景 就是翻译各种英文网站 和论坛的信息 当你需要处理本地文件时 就可以换到EasyDict 它对任何可以选中的文本 都能进行翻译 但是我们翻译文档 最终目的还是理解和运用 总结成一个词 就是找重点 UPDF能很好地把握这个重点 比如对重要的信息做标记 还能OCR所有的文档 对重要的信息进行检索 在AI的帮助下 可以更快速地 对资料进行归纳总结 并通过对话的方式 来找到重要信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是麦克云克当 我是修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